身生劇場限帝之作 为台湾灯会带来两声打造的节目 改编法国绘本作品 结合戏剧舞蹈动画的元素 与民众同乐 从情人节起点续三天 在未来舞台演出 散播甜蜜氛围 台湾灯会进入最后一周 舞台活动持续 杂技 街舞 芭蕾等多元节目 丰富灯会 生生劇团 他们带来了踩高鞘的幸福点灯 这是用踩高鞘 然后会做出很多的特技表演 甚至会到台下来跟观众互动 每天两场 从14 15 16 连续三天 再来就是 是由一群实践大学毕业的 他们成立了一个街舞的团体 这个字念 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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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没有这个字 可能是一个狂 实践狂 或者是台语也很宽朗的宽 他们在日本台湾都得过很多的街舞的决赛的一个 常胜军 下一张 还有在是坏鞋子舞蹈剧团 他们在融合台湾的宗教仪式 那些民间的动作 然后成立了一个作品叫做吃土 这也是在一两 这去年是一个很夯的一个现代舞表演 那再来还有这个 这个礼拜才在国家剧院的实验剧场 演出的 他是另外一个作品 许承威制作舞团 他演的这个作品叫做上造 这个是用台语来念的就是送走 送走的意思 把一个换音器给送走的意思概念 再来 然后还有台北文化奖得奖者 台北首都芭蕾舞团 他们会推出一个玩芭蕾 芭蕾没有那么深奥 芭蕾是可以玩的 同时也邀请台北市郊 试了试从咒来一起配合 做这场演出 2月17号 再来 还有2月18号压轴的 称务集 称务集是这个浮花 是在国际 特别在欧洲 到处巡演 非常漂亮的一个舞蹈 非常的视觉上面 非常好看 男生穿tutu 然后这样的一个演出 非常好看的一个节目 未来舞台在灯会期间 每日晚上6点到9点 每逢整点安排节目 适合亲子互动且活泼有趣 另外香蕾大道每晚也会规划街头艺人轮番展宴 总共带来76场精彩的魔术特技杂刷等 民众可以近距离体验艺术魅力 哇 其实这一次在最后倒数的一周呢 还有31场 那分别在我们的香蕾大道的 每天晚上6点半到9点半 还有28场 那2月17号到19月 就是这个五六日呢 在东区的柳光公园 还有三场演出 那这个是我们继 每年10月 我们的街头艺人嘉年华之外 最大型的一个街头艺人的会演 我们有一个台湾灯会在台北 我每天都会马上收到那个讯息说 今天像前天 是那个武林剧场最后一次 为什么只要加入那一个 他马上就会把最新的表演讯息就出来 台北101水舞光场的光源舞台 也会安排不同的主题之夜 有爵士乐团客家金曲阵容登台 独立乐团主场 深受大众喜爱的告物人也将登台 让民众大饱饿福 内容精彩可奇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